阿彌陀佛 大家好 这是圣佛天空新闻台 联圣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39集的播出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婆罗浮屠的处理 栽自师尊文集写给大帝 师尊绕着印尼的婆罗浮屠的佛塔 心中产生了怎么样的情意呢 我们来唱这首歌 绕着波塔尔寻佛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菩萨无尽意 一阵阵香飘坠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树 配合了我南南的朝雨 本身也离离 细尽月藏去 小青青台去 遍地是风 遍地尽头 在波罗浮屠之上 你还有什么疑虑 这首歌叫 波罗浮屠的处理 喵着波塔尔寻佛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菩萨无尽意 一阵天香飘坠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树 配合了我南南的朝雨 本身也离离 细尽月藏去 骂着曾经遍到辽队 骂着清台去 清津大集 遍地尽过 遍地尽头 遍地尽头 在波罗浮屠之上 你还有什么疑虑 其碑当中 上去 扫进青苔去 遍地是佛 遍地净土 在佛罗佛陀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绕佛 洗净青苔 扫尽自己的烦恼 自己绕着佛塔 我们现在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我们再唱这首歌 在哪里下载 在我的YouTube就有了 嘿嘿嘿 好 绕着佛塔尔现佛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不色无菌衣 一阵天想飘距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速 配合了我蓝蓝地球雨 本身也历历 洗净野藏去 扫进青苔去 遍地是佛 遍地净土 在波罗佛陀之上 在波罗佛陀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在波罗佛陀之上 西青苔藏去 扫进青苔去 扫进青苔去 遍地是佛 遍地净土 在波罗佛陀之上 在波罗佛陀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哇 很多同门都上来了 谢谢你们 绕着佛塔尔现佛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菩萨无尽意 一阵天香飘坠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速 配合了我蓝蓝地球雨 本身也黎明 西青苔藏去 扫进青苔去 遍地是佛 遍地尽头 在波罗佛陀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西青苔藏去 扫进青苔去 遍地是佛 遍地净土 在波罗佛陀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哇 这首歌参考了 喜欢吗 喜欢的话 在莲花会君的YouTube 就有这首歌 你找一下 顺便帮我按赞 大家好 这是正博天空新闻台 在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539集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 与大家空中相会 今天准备的资料一样很多 冰城的蓝师兄堂主 Elly Jane 王丽玉、玻瑞光 等一下 准备一个卫生纸店 这个会摇摇摇的台子 再来谁 Crossing店 Richard Jean 丹丹丁 杰森丹 杰森丹 艾斯丹 Edith佟诙诺 汪雍杰 Emmy Hu 陈金船 John Fawke 郑慧芳 乙星亮亮 Candy Kan Lee,还有Jussel Lee,Alice Stine 说这个佛曲很好听,对不对?谢谢! 还有Antheline,季珍 陈乔峰,阿Ben Lee 还有Edith Busson,Lisa June 你好,又是开心的一天了 Jussel Lee 还有Kissy Anne,徐荣堂 陈正峰,阿修妞 Erin Saint,Happy Lee 安嘉玲,第一次看到你上来 黄玉珍贴来的功课 高王金,四十,朕博军四十 白志明说四十 大悲心头,你四十 你比较喜欢四十 请佛注释星奏五千 俊雄,涌花卷,这首歌喜欢 那哪里下载? 就是我的YouTube,莲花会君YouTube 已经广告很多次了 不过就是你上了我的YouTube 麻烦在首页按喜欢吧 还是什么 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分享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影片了 再登陆我们的会员 我忘记了YouTube要叫做什么 看一下,就是你上了我的YouTube 然后,我看看 按订阅,订阅两个字 不好意思 现在人脑有点忘记了 好,张兰丽,Oconia 你好,贺亚亭 你上海 高王金六十,变回响 还有这个Miko Mikio 好,Bimon,东梅,Vivian 时间就要提醒大家多多分享 HAPPY LEAD 四驾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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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留言叫什么 这个Richard Jun 师尊开示 跟主持护魔的音乐是最强的 激活松果体 昨天介绍到人大脑 那个两个大脑之间 那个有前额 有顶脑 有这个后脑 有小脑 对 几个大脑中间 最中间有个松果体 是我们这个反射了 活跃的话 会把它激活 会让人家看到第三眼的这个 真的是有 在就在你的人体 大脑的中央 那松果体一对上去 就是我们的眉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法 常常要观想眉心 放光 但是你不要观想太强 变得好像贴块 要不亚 凡事不要太超过 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急 反而要放松 所以今天会讲到脑波 我们的脑波有哪几种 你平常用的是什么脑波 你静坐的时候有什么脑波 你无意识的时候是什么脑波 潜意识是什么脑波 这些脑波的好好的运用 就像师尊 他可以禅定的时候运用 见到光明天主一样 跟大家介绍脑波 密教的观想 可以激活松果体 也就是天心部位 那修行是为了正物佛性 不是为了其他神通 这个是OM 这个是R HOM 一些HOM HOM是心轮的 明亚力 看到感应 通常不是修行次第的生气 感应破 应该要突破 观想如果容易被干扰 要时常的修缠非法 所以我 欢迎大家在读书会 我们直播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感想写出来 最后写成300个字的文章 那我们的读书会 不是大家在前几百集的阶段 都是大家认识朋友 交朋友都对 但是呢 总是要一起成长 之前有开放 让大家聊天啊 聊天啊 可是呢 你这个总不能一直在聊天的阶段 你自己在这个读书会 你要真的是智慧的成长 藉由师尊的文集 我们提供了知识 你要智慧成长 成长完了 应用在你的家庭 应用在你的事业 你的朋友 你的法务 这个是要让你运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认知上 能够非常的清楚 你是可以活用这个读书会哦 好 Lisa John 科技的会心 也就是中国体的聚能量 导航也是靠它 李正国 无论外星人地球人 宇宙间有型的众生 全部都是佛性的幻化之 寿命能力的不同 哇 我们同胞 有型的很棒棒哦 何文彦说 修法精神专注 入定建造本尊 向透明坚固 坚入身体 身体有身体感觉坚固 不动如山 都对精神的层面 你是如何进入传境的精神层面 今天要用医学跟科学 来跟你分析 好 所以呢 佛法不只是宗教 为什么有人就是不喜欢说 就是年轻的一半 老人家念佛 赶快往生 我告诉你 佛法是超科学的 你们要认知到佛法 如果你不了解佛法 你是跟不上时代流行的 我们佛法要讲到这样子的程度 就是让你 这个就是认知的问题 那为什么年轻人 一些新的一辈 他会排斥 对不对 因为他有教条 有戒条 那些人都说 我干嘛被你约束 我仍好好的活着快乐 我干嘛被你约束 但是他不晓得说 佛法其实是一个时代潮流 他是一个科学的 他是一个医学的 他可以帮助你事业的 甚至赚钱 昨天有同门说 世尊求你加持我 白财神法 顺利 对不对 可是他要相应 顺利相应之前 他要相应 相应之前 他要忏悔习哉 要守戒 然后还要说布施 对不对 要改变命运 要改变这个心 要改变心 要改变你的磁场 所以要有磁场吸引力 我广告 我的YouTube 有个磁场吸引力 已经做到第12集了 欢迎大家上去给他点阅 好 何文彦就是 讲到了 康宝利 佛法是科学 不是迷信 是人类制造迷信 所以要跟随 师尊行政道 所以你们今天 看了这个读书会 以后你们要介绍 跟人家介绍佛法 我建议你们用科学的角度 用医学的角度 或者心理学的角度 去把佛法切入 比较可以度到中外的人 我们这个希望将来这个影片 是往外扩散的 所以让没有听过佛法的人 知道说人类原来是这么伟大 人类是如何的自我超越 人类不是靠吃要玩 这里吃 这里治疗 什么 就持证准人讲 开中卖 不是人家帮你开 自己启发自己的超能力 那个才是最真实的 你说对吗 轩润 陈寅云 抗利利 莲花秀利 地上金 Diamond 4 三星座 1080 还有美菌 还有哈刚佑 Lisa John 脑波的细胞要激发 但是过度的刺激会令到 脑细发混乱跟不受控制 所以你要按照真佛密法的次第来修行 那你如果了解 真佛密法呢 其实有两个大特性 一个是激发 一个是心发 激发呢 他可能叫你怎么去修法的过程 遗轨 对不对 他的程序是怎么样 他的气脉走的思路理路是怎么样 这是记忆的激发 那心法呢 是告诉你 你在修这个的时候 你如何引导你的心进入这个状态 有的人只有进入这个状态 但是心很乱 心不守戒 心里有抗拒 有嫉妒 有种种的习气 我告诉你 那个凡夫器 你把他想成是二氧化碳 你一个充满二氧化碳的脑波 你如何让他存进 你要存很久 好不容易静下来 一发作 遇到逆境的时候 一发作 又要重新再调整 重新再启动成事 不然你当机了 好不容易 扫毒干净了 结果人家插进病毒 你完全没有防毒软体 没有防火墙 一下又中毒了 我用这样子来跟你比喻 好 这个就是心法的重要了 严秀 阿坚 王立玉 读书 要用心耳听 一切sms过后 可以上传 避免干扰视频 单单丢 还有《莲花旋风》 《高黄金》 《金母咒》 《香热心咒》 因为今天资料很多 就大概给你们念一下 月银师姐,你好 我们以后到桃园一起吃饭 《高玉林》 王国会贴来了十几个人的功课 我们干部的 我就是念说你贴了十几个功课 大家慢慢看就好了 梅俊 还有 这个谁 Ko Lili 何文彦 那还有 Vicky 李正国 这个是徐于乔 辛苦 欢迎上师好 网路同盟好 念完地藏经 两遍 一遍教上师 一遍教往生不久的莲花凯义师兄 还有教功课 《高黄金》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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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光明经》一遍 很好 《香热心咒》 《地主经》 《高黄金》 《百字明座三星座》 《忏悔座》 这个有回向 对 按订阅到的Youtube 按订阅打开小铃铛 谢谢你帮我广告 好 Eddy Stan 也有什么 《高黄金大悲咒》 《安土地真言》 《六字真言》 《三十星座》 还有李国辉的功课 谢谢你 《三十星座》 《梅琴公》 《梅琴公》 《林秀英》 《丽莎令》 《东梅市2万遍的十星座》 《陈晓峰》 《张丽兰》 《库尼亚和雅提》 我历长的念过了 我最近要念你的留言的资讯 要念快一点 资料很多 念完了资料都过了一堆 都来不及跟大家报告 《丽莎珍》 《横财》要占用 帮助一些好的事情 才能得到横财的恩赐 那今天呢 还是要继续跟大家介绍 我第一次读书 我一篇介绍三遍 才几页啊 一页、两页、三页 居然要介绍到三遍 好好笑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光明天主》 Part 3 不过呢 这个要仔细嘛 对不对 其实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的大脑 一个心理学 叫做扩散性思维 为什么这篇文章介绍这么多 以前你只是读师尊的文件 啊 师尊去法界 去地底元通国 去天界 去诸天的阶梯 去哪里 去哪里 对不对 你就是把它读过去 是知理所当然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层 可是第二层 扩散性思维 你要想说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 这第二个 第三个 以科学的角度如何做到 第四 以医学的角度如何做到 也就是你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 从理所当然 到最后你要去复制这个系统 你如何达到 那在基督教 人家基督教讲什么 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对不对 他都是理所当然思维 天主教也是 其实耶稣如果继续不要那么早 为众生壮烈牺牲的话 其实他可以讲到更深的密教 他只是讲到天称而已 那佛教呢 对不对 不会讲说我们是佛陀的子民 他会讲你都是佛性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这个是佛教跟别的宗教的不一样 结果人家宗教到处都发扬光大 只是讲一个天称 可是我们佛称是很厉害的 你不觉得 好什么叫扩散 把东西扩散了 对不对 一杯水 你把它滴一个红色的东西 那红色的墨汁也好 红色的果汁也好 糖水也好 对不对 搅拌它会扩散 然后让这杯水变成是有味道的 对不对 你就不会一直喝白水 所以我喝一下 什么叫做扩散性思维 为什么人会有创意 为什么贾伯斯 发明 对不对 为什么有电脑 为什么手机 为什么 手机有那么多产品 那么多产品之后 又有那么多的副产品 对不对 让你买不完 用不完 功能用不完 这都是从创意开始 创意是从哪里 扩散性思维 就像一滴水 给它加味道 啪就把它扩散出去 他们的心理学家举例 一支笔 对不对 一支笔 你有什么用途 你说笔嘛 就写 写东西的用途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笔 你就是 视之 当然的思维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笔还可以什么 笔 笔 笔还可以绑东西 对不对 绕线球 它还可以绑东西 对不对 笔 痒的话 还可以抓痒 对不对 笔还可以拿来玩 训练你的手指头 对不对 那笔还可以指东西 我要指你 你看 我们的脑坡 这个有什么 阿法坡 beta坡 有什么 笔还可以指 对不对 所以 我告诉你 思维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 这个公司的CEO 创意总监 他们就是扩散性的思维 很多东西它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你在读我们师尊文集 你要用扩散性的思维 来读我们师尊的书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集探讨到外星人的 第二集探讨到松果体的 今天第三集要跟你探讨脑坡的 以后你要度人家 要说服人家 我告诉你 我还跟你讲行销 还跟你讲心理学 所以佛法里面 它是包容万象的 不是只有一篇文章 它的扩散性是全面性的 甚至 整个地球 整个宇宙 让你想也想不透 想也想不完 但是 我们读书会不是 就是说刚开始的阶段 你们彼此认识的阶段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进行的差不多 现在我想训练大家 扩散性的思维 你要去想说 这些从读书会里面 你扩散到你的生活上 你能够运用到什么 学习到什么 你做留言的分享 你能够做留言分享 读书心的 就是你赚到的 对不对 刚刚很多同盟有留言 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 Edith Stan 佛所觉悟的道理 深入研究佛力 研究真佛密法 这个超凡入圣的经地 甚至于你扩散性的滋味 你要转换语言 你跟年轻人 你讲戒律 讲佛 讲路定 讲无为无常 他要睡着了 你跟他讲脑波运动 松果体运动 对不对 外星人他眼睛亮起来 从来没听过的思想 这个就是要你们开始学习 转换佛法语言了 VVND 所以佛是外星人 所以每天我都跟外星人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没有了 我们就失真了 马杰林马 练话 许慧玉 上来了 真明达 王立玉 那个连人法师 我画有这个 金黄色的色力画很棒 因为连人法师 他是一个非常精进法务的好法师 有林李 Jenice Juan 而且你们看了这个读书会 我们加了很多的知识 知性的 希望你们介绍给你们的同事 朋友 亲朋好友 他们没有归的 越没有归的越好 归的也很好 因为我们的佛法真的是不一样 Anchel Lin 上星座两千 罗海宝 吴秀吉 Lisa Jen 横才 你想到横才 好 颜秀 你好 那今天讲的是这个光明天主 那师尊藉由静坐 静坐那天第一天介绍过 用属习观 还有用什么念佛的方法 而且他为什么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入定 对不对 那上一集也有讲到松果体 其实师尊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跟妈妈去御环宫 然后呢 这个轻衣夫人 对不对 就是借由姚池基母最高龄的外星人 姚池基母 一次元空间的外星人 八色老婆 那把我们师尊请出来 对不对 那师尊一礼拜的时候 姚池基母一放光 师尊马上看到姚池基母 玉皇大帝 地上菩萨 观光 还给他们制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就在借用神灵的力量 外星人电波力量 打开师尊的脑的松果体 把它激活 其实松果体都有 只是激活 只是没有被激活 还有也到中老年 甚至你的松果体会钙化 什么叫钙化 我告诉你 常滑手机 手机的蓝光 辐射波 本身就会钙化你的松果体 那钙化松果体 会产生什么现象 就分泌 比较少的退黑激素 甚至分泌不出来 退黑激素是半月2点到4点 结果它罢工 你2点到4点还在玩手机 还在玩 他气死了 你要休息 他还不休息 所以2点到4点 是我们退黑激素 它在分泌 我们的松果体在分泌退黑激素 那你把它激活的时候 哇 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 他们怎么样 把小孩 年轻的小孩 用声光的方式来激活他的松果体 所以那马古来的小朋友就是这样 变成他只要摸 对不对 扑克牌 对不对 这扑克牌 比如说这个 里面有写字 他摸一摸 就知道里面什么字 他就讲得出来 这个就是把松果体激活成第三眼 那个昨天也有介绍过 对 等一下再集体会讲师尊 现在还在介绍 还没讲完内容 那所以禅定就是这样子 禅定 师尊藉定很重要 所以在这篇里面 一开始师尊讲说他去静坐 禅定非常的简单 但是越讲越深 你知道那个王永庆的女婿叫 姓杨的 名字不好意思 他也是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静坐 所以他提出人的脑波 所以师尊讲在这篇里面 他说第一次禅坐 就会看到光明天主 那这个呢 他说他显得像是怎么样 入定的时候先看到一个点 一个点点小点点 然后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变成一个大光圈 像一个大火轮 在轮的四周 又光药如火在燃烧 眼前的亮光 使师尊非常的惊讶 而且越来越亮亮 像太阳一样 前几天师生跟我们讲 一千个太阳本性佛光 那临终中阴像一千个太阳的 是自己本来佛性的佛光 只是因为你没有常常进入禅定而错过 每个人都有佛光 就是这样子来 但是没有激活 没有开发 好像你在过去几百次之前 你买了一个宝藏 但是你每次都错过那个宝藏 你前十四也错过了 前二十四也错过了 你一直错过那个宝藏 宝藏一直埋在地底下 有一天你明白了把它打开 原来我那么有钱 激活你的宝藏 所以师尊是很早就被姚子姬母激活了 但是他激活了自己的松果体 激活了自己的灵人 然后从此他就可以游入太虚世界 可以看到莲花童子的真身 而且师尊讲他第一次看到的莲花童子 是没有形体的 我们还有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 对不对 他第一次见到的形体 莲花童子 竟然是没有形体 那在这一篇 为什么光明天主还有形体 他在色界天里面 还是有显现 你看他讲亮度像阳光 但是阳光会烫吗? 不会 你直视太阳 你直视太阳会很亮 对不对 当然不能够看 我们今天我的脸书都有贴一个聚光法 把这个天上的太阳的月亮什么光 都集中在身体里面 看到自己本性光明的方法叫聚光法 不过就是按照师尊讲的 只是大概跟你介绍一下 师尊看到的光明天主是非常的亮 但是不是像阳光那么亮 不是这个不会觉得热 而是通体的清凉 光明显现之后 这个光明才出现了美丽的云朵 云彩云青飘飘的 然后云朵上 才占了一个非常光亮的天神 外星人 如果我讲天神 你说又是总讲的 你跟年轻人讲的 是说看到外星人 因为这也是半神人 也是外星人 对不对 所以那个 美国火星男孩 苏俄 苏俄在1996年吧 北方有个小村镇 诞生了一个小男孩 那一般的男孩是大概一个月 还是几个月头才会硬 对不对 那五天 有个版本写五天 有个版本写十五天 这个男孩 哇 颈部都会发硬了 对不对 就会抬头 一岁就可以看大字报了 哇 就可以看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在小时候 他就会很会预言 哇 他是从外星人来的 他是外星人转世的 而且火星人转世 很多火星人也转世到地球 然后呢 他说你们地球人走路很慢 他们走路是一秒 瞬间移动 这个要讲到量子力学 还要讲到虫洞 还要讲到什么 这个叫做这个重力波的 把你时空扭曲变形了 你知道现在科学已经研究到时光倒流 已经研究到人类的灵魂 研究到人类的睡眠的波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波 所以呢 我再讲回来 所以你说有没有外星人 很多文献都有记载 有这个记录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最近还预言 将来经过一次大核爆之后 这个大核爆核子战争 大核战之后呢 中国会统一全世界 火星男孩预言 火星男孩的预言呢 经过英国的物理学家霍金 霍金大师他讲 虽然他不知道这小孩子 是不是真的是火星人 火星转世 但是他讲的很多的科学宇宙的数据 是他前所未见的 他认证这个是真的 好来看徐悦英 曾明达 明杨 明杨 John Chen 那个Richard Jean 一千个太阳 太阳光明 自身的佛性 缺少禅地 不能激活 李正国 四天王 四天王天以上的天人 都是外星人 他们已经不是在地球 人跟三个大终生 才是地球的生物 我告诉你 这个里面还有弟弟元通国 师尊在讲弟弟元通国 科学家早已经证明了在清康藏高原 清康藏高原 地底下几百亿平方公里 都是大的空洞 所以已经是地底 不是只有岩浆 原来他还有空间 所以地球每年 几十亿的海水不知道流到哪里去 据说是流到地底 地底有声音 人家怀疑地底下有生命的存在 是不是也是外星人 还有火星男孩的预言 他说地底下其实还有火星人的 好 各个功课回向 谢谢 好 已经一清了太阳很有趣 好像一直念奏 念到完全相应 这个在写教很多 一直在礼拜的 有这么见价 十字周 Lisa Jane 弥勒菩萨在未来 是光照众生的松果体 大家都民心界信 好 大家开始讲松果体了 瑞瑞俊 还有这个等一下回向师尊 脑波 以及脑波 其实是很多可以接受资讯 就像有一种东西 在他面前 要你去想这个东西怎么做 很多很多可以变化 只是看自己要怎么样去接收讯息 收到怎么样去运用 联想怎么用 等等要思维 你就应该去扩散性思维 从理所当然思维到创意创造思维 简单来讲 凡事举一反善思维 创造从来没听过的思维 今天让你们知道了 对不对 很开心对不对 颜秀 所以人最开心的不是只有财色名识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学到一个知识 一个智慧 我觉得你可以高兴一整天 孔子讲招文道细史可疑 那个孔子 孔子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Johnny 为什么叫Johnny Johnny孔 为什么 孔子字仲尼 这个是脑筋急转弯 还有谁上来 A-Star 佛所觉悟的道理深入研究真理 实修这么密乏 对 B-B-N-L-E 跳着念好了 要精彩 因为太多人留言了 许巧 请问四大天王金平常在家 没有办法 火供的话能念 可以 当然可以念 请四大天王 到你家守护 许悦一 谢谢您 好 所以师尊他是见到了什么 见到了光明天主 他显现的那一种形象 可是还是有形象的 只是到色界天的时候 欲界天有男女像 到了色界天你几乎 其实他们没有男女像 但是为了要慈悲示现终身 他现了男像 现了女像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性别了 嘿嘿嘿嘿 这个外星人 他是会因为人类的需要 而现这个像 这是很特别的 所以你的层次 在诸天的阶梯 你的层次等于说修得越高 你还会去分辨男的女的 看到异性会脸红分泌多巴胺 脸红红的第一印象 对不对 那你是这个男女像的意识 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到了色界天 像光明天主 他们那个境界的色界天 那个像对于外面第一印象的喜悦的 像欲界天 看到你眼睛相看就已经恋爱而已 有的牵手就恋爱了 有的拥抱就恋爱结婚了 对不对 到色界天 已经没有这些男女的 已经没有这些男女的东西了 已经没有 非常的大 他只有无量无尽的光明了 所以这位天神飞出来 一朵黄色美丽的云彩 站着这个神 而且戴着光阳帽子 也是放光的 这个光 都是他的能量 那个宇宙的能量 那谈到那个宇宙的能量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 人体的波 脑波 那为什么师尊 昨天介绍到松果体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脑波 这个因为读书会直播 所以他是 他是倒反的 平常你在忙碌的这个是beta波 你清醒的时候的像B AB的B 这是beta波 那我们平常工作很忙碌 到晚上睡觉 大脑都还不休息 还在滑手机的 你的大脑都充满的beta波 人的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分成交感神经 和副交感神经 那交感神经是帮你处理日常事物 可是副交感神经是让你放松的 让你能够创意很感性的 所以你一直在交感神经的刺激 所以为什么会神经失衡 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这样beta波都太强了 但是你开始静坐了 对不对 开始放松了 这alpha波 所以你在网路上会看到 哇 增加alpha波的音乐 对不对 那个是最初进入禅定状态的是alpha波 再来还有theta波 theta波是什么 潜意识的 越来越深的 到师尊讲的什么 这个叫delta delta是什么波 无意识的 更深的 哦 所以你看 你平常你现在是在beta波 有没有人测试 有 那有个阳明医学院 有个好像睡眠中心 有个脑波测试的 他就拿 那个主持人呢 就进到这个实验室 然后呢 他就脑部就贴片 那他现在呢 脑波beta波 这比较活药 对不对 然后呢 医疗人员告诉他 我现在引导你 吸气三下 慢慢吸 再吐气三下 慢慢吐 对不对 吸气三下 吐气三下 然后呢 他大概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进入到alpha波 而且医器马上测试 那黄色的alpha波就比较强 可是师尊呢 一般人只知道alpha波 师尊是theta波跟delta波 化更强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维持强调医学 我们的科学仪器 我们的 说不定师尊回到台湾 看圣森龙医师 要不要来把师尊那个脑波测试一下 他入三魔地的脑波 是可以测试的 可以知道说 对不对 我们不要讲说师尊 为什么会看到光明天主 为什么师尊在松果顶 那么的活跃 你视之理所当然 我觉得我理论要抓出来 原来他的脑波跟人家不一样 比较沉 比较稳 再来呢 呼吸 对不对 那个杨定一 阐述那个静坐跟科学的 那个医生 那个科学家杨定一他讲 我们人平常吸气都对 气很短 用鼻子呼吸气很短 怎么样 你血液的带氧量比较少 血液里面的带氧量比较少 补充不到全身 所以为什么他强调什么 横隔膜呼吸 就是吸气到肚子 到肚子 你的肚子在这里 甚至到丹田 就是做深呼吸 然后再慢慢呼 而且要慢慢来 慢慢吸气 再慢慢呼吸 所以打太极的对 一个西瓜 切成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他 我告诉你 他们都在做腹部的 缓慢的 为什么要做那么慢 是老人家动不了 他做那么慢 你错了 当然老人家 对不对 太极拳也是很科学的 静坐也是很科学的 原来是让血液 让氧气完全的进入到你的血液 让你的血液充满着带氧量 你就不用吃红景天 你们知道吗 去西上高原要吃红景天 因为他是高海拔的 你的氧气运动不够 带氧量不够 你就高山站 就是这样子来的 你看我现在讲的科不科学 你们幸福不喜欢 哇 Thomas Thomas说想传电的同盟该读识论文集 除了名字叫 Peace Instructions to somebody 英文的 美国大动文化出版的 很棒 郭竹根 那这本书要在哪里请购呢 林秀英年纪大了 黑色素退化 所以你们黑色素退化了怎么办 退黑激素退化怎么办 靠脑波 脑波怎么用 靠入山魔地 重新激活你的松果体 手机一个小时 最好半个小时就要休息 一个小时 除非你说做法务 所以你们滑手机滑多的人 你滑多久 其实你还要靠静坐 把你的脑波激活 然后脑波产生的能量激活你的松果体 重新再运转 不然它会卡机 它不给你分泌 退黑激素 因为晚上你就 天亮 眼睛亮到天亮 就是这个原理了 这样明白吗 Amy Jo 那个脑波在台湾一般医院 器材都可以自测 自费测试 对 没错 王国会 还有谁 Lisa Jett 有象才有分别 跟喜爱 没有象变融合 没有分别的 Lambu 还有Aken Seligo 是忏悔法 生活基因地上基因金母 管理大力金刚神 土力神的功课 如果我们是联合 如果我们是联合同志转化 如果我们是联合同志转化 我们就是外星人 但是那个火星男孩是转化了 但是他保留了 他的脑 大脑我相信是很多都被激活的 而且很小就会看很多文字 懂得很多的天文知识 到现在他已经二十几岁了 那我们是联合同志转化 只是我们还没被激活 我们有光碟 但是没有启动程式 我在用电脑的解释跟你讲 每个人都是联合同志的光碟 甚至差了一个启动程式 没有Drive Drive System 把它启动 好 就是 所以我们要修 修法就是这样子来的 Amy Jo 徐雨桥 还有谁要问问题的 请问上师 护膜炉跟脑波的瓶力有相通性吗 他会产生修护膜 不是护膜炉 修护膜 会跟脑波产生相通性的 我告诉你 甚至佛光灌顶 那个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测试 我是常常 这个上礼拜师孙也是讲 你们修法念咒 一定要有法流灌顶 对不对 法流是什么波 搞不好今天要问师尊 是不是Sitta波 还是Delta的波 那个波是很强的 看能不能测试出来 所以那个王李教授 就用师尊主持爱然明儿的护膜 来测那个电波 就是这样来的 师尊如果进入四禅 是否周遭的磁场数据 会有大能量波 所以我就是希望 那个师尊把脑筋贴 几个贴片来去看 对不对 依照招请佛菩萨的现象来研究磁场和脑波 会有强大的相应性 没错 以兴太极拳好像 跟我们在念三星座的意思一样 你懂的不再是拼数字 所以你们念咒不是在拼数字 是让你的脑波什么时候平稳 肝黄筋量比较长 是不是变成再把注意力集中 没错 为什么集中就是这样 Ridget Gene 静坐禅定能够让阿法波强劲 阿法波还是在刚开始大脑 刚开始休息的那个阶段 阿法波能够让头脑休息 体积活松果体 呼吸到丹田 让血液充满带氧量 以后呢 你跟你的同事讲 人家说你静坐你是宗教的 你就跟他讲 让我的血液带氧量增加 我工作精神效率提升 比喝蛮牛还好 喝那个兴奋剂还好 对不对 所以人体天然都有自动调整的 这是我们要启动程式了 哇 剩五分钟 那个测试波 测脑波的 在台湾一般医院去才可以自费的 好 原来修法 修法十专传承冠体 可以激活我们这一区 莲花族的外星人 哇 那个你看嘛 我讲没几句话 我真的是讲没几句话 时间又到了 你们节目节时间怎么那么快 我们来唱 那莫花光自在佛 激活我们的脑波 那莫花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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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佛 哇 我们在此感谢师尊 给我们的灌顶 给我们的磨顶 你的手是千百万亿磨顶的手 你的手散发了很强的磁光的波 打开激活我们很多的业障 永远的感恩你 愿你长驻世间 长转法轮 今天的资料也是讲不完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很充足的资料 今天只是告诉你脑波 还没告诉你红光成就的资料 还没告诉你大脑皮脂 禅定三口诀的资料 反正告诉你的事 为什么师尊见到了光明天主 他的特性色界天的天性在哪里 特性在哪里 原来他是没有男女像的 所以他是有很强烈的光明 他的强烈的光明其实是耀眼 但是不刺热 那个不刺不热 也这个非常的清凉 所以我们的人要活出光明 我们今天也知道说我们的修行为的是什么 不是宗教 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上 事业上 在一切的种种 我希望今天有今天的介绍 希望你们对我们的密教 密教其实是一个真正实验室的宗教 密教 他是科学密教是比险教更科学的 更直接 单刀直入 不跟你脱泥带水 马上就正验的 那师尊能够正验的东西 其实大家也不要灰心 你看耶稣十大门徒 耶稣可以让死人起死复活 耶稣告诉他的徒弟 我会什么 你们徒弟也会什么 耶稣可以治疗麻风病的病人 他的徒弟也可以治疗 他徒弟讲说 我奉师父主耶稣的圣民 让这个麻风病的病人马上好 那个病人就马上好了 这个波 更加 这个是他们的传承价值力 在基督教他们没有讲传承价值力 但是我们在密教就讲 这个是传承价值力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你看师尊他能够正验到的 只要你对根本上师有信心 只要你愿意将我们的佛法 我们已经把佛法用科学的 用医学的知识来跟大家解释 你们都去广传 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文字语言 要这样子讲 你要把文字把它转换一下 我相信 我相信凭着师尊给你们的加持力量 你们一定可以度化很多没有过一的 你的心里带着年轻的朋友 没有过一的朋友 你都可以度化的 你不要害怕 师尊是你最好的依靠 好不好 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师尊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好 开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Namo Amitokho Namo Amitokho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读书会 所以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大脑有 Avator, Beta波, Theta波 还有Delta波 波会一层一层的进入 一层一层的神尘 所以我们进做修法 就是在让我们的大脑洗脑 洗澡 你的身体洗澡 你的大脑课程洗澡 修法 静坐 各三摩地 都是在让你的大脑洗澡 你洗了澡 你第二天工作 精神百倍 你的EQ会很强 然后呢 你比较不会跟人家发生冲突 你充满床迷离 你活得很精彩 甚至将来保证 让你能够往生 不会迷失 还可以帮助你的小孩 读书聪明 答第一 小孩子要聪明读书 从小就让他训练 那个炼上的心中 训练他的脑波 让他更深层的呼吸 把这些知识 交给你的下一代 会帮助他们 谢谢师尊 告诉我们光明天主的资讯 还是没有讲完第三篇而已 接下来 明天要讲第四篇的 我们给师尊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人生或佛文奇 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们空中再会 欢迎大家看 上我的YouTube 按订阅 按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 拜拜